充滿了冷潮 很濃厚的海鮮味 逐地珠寶盒自稱 這一間也是熱鬧非凡 它就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蝦餅 而且這一間在早上6點半的時候就開業了 它這個甜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這個外面烤的就是... 大家好,我是馬之一 今天來到竹地市場 竹地市場是東京最大的魚市場 裡面販賣著500多種的海鮮 營運至今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了 但是在過去作為東京奧運重建計畫 就已經搬到豐州市場結束營業了 竹地市場也是東京的廚房 因為這邊就鄰近著高級繁華街銀座 也是非常多高檔餐廳 他們選擇進貨海鮮的一個好所在 那今天就跟著馬之一走房竹地市場 看看最新的店鋪還有一些美食的現況是怎麼樣吧 哇,現在觀光客爆滿 整個土地市場 充滿了人潮 在這裡都會時不時聞到那種很濃厚的海鮮味 而且是非常香的 譬如說像那種烤螃蟹的香氣 還有烤蝦子的香氣 這裡有賣很多的這種燒海鮮 鮑魚燒 還有這個龍蝦燒 還有干貝燒 魷魚燒 他就直接現烤 旁邊就忍在那邊煮 土地市場不只亞洲遊客很喜歡來 歐美遊客也很喜歡 他喜歡看這種亞洲菜市場的感覺 直接限殺一些海鮮 然後賣一些漁獲 這邊的地理環境真的跟台灣的菜市場有一點像 不過他們都很乾淨 整齊有序 今天就會介紹幾間在土地市場 比較有名 比較有人氣 好吃CP值高的餐廳給大家 讓大家下次來玩的時候 選擇性就可以比較明確一點 從土地市場A3出口走出來 步行三分鐘就可以看到這一家 土地虎 漁和岸千兩 他是一間販賣海鮮丼還有一些壽司的店 但是他的單價比較貴一點 但是馬子伊真的很推薦這邊 他的海鮮丼 等下就跟著馬子伊進去稍微吃吃看 我慢慢介紹給大家 哇 馬子伊點的海鮮起司麻布西來了 這是一個總共用12種海鮮 由海膽三文魚所做成的一個海鮮丼飯 他這外觀非常的漂亮 又有足利珠寶盒自稱 等一下呢 就要先用這個醬油 然後放在這裡 讓自己的調味 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調配 然後一半的海鮮丼呢 放到這個碗裡面 這海膽要移過去 然後等一下再把這個醬料放在上面 吃完之後 就請那個店員 加一個高湯在裡面 又可以有另外一種風味 就算了 吃完 超級隙的 一起吃 輕微做到 操作 讓它 可以 可救 如果 最高到五次店 店裡的店 喜歡吃玉子燒的朋友注意啦 在足地這裡有很多店賣玉子燒的店 但是如果要說最有名或最好吃的人 一定是我背後的這個足地展場 大家可以看到這間店外面就大排昌龍 這個玉子燒 特點就是用鮮魚的高湯還有糖跟鹽所調合而成 重點是它不用任何的化學物質 所以對身體非常的溫和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好久沒有吃到 足第三場的玉子燒 玉子燒裡面真的有那種鮮魚的甜味 雖然滿甜的 但是它那個甜是自然散發出來的 不是說那種真的有很多化學物啊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調味料 就是它這個甜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這外面烤的就是剛剛好 外酥內軟 嗯 如果有人喜歡吃青植丼或是雞肉料理的話 馬志祺推薦背後這間 Torimesi鳥藤 這間鳥藤過去也是1907年的時候 當時以雞肉批發商起家的 這間店的特點就是它的雞肉非常的新鮮 而且很有彈性 它的雞肉是經過一天慢火燉製的 而且肉質非常的濃郁 膠原蛋白非常多 如果你是想要保養一下 或者是女性想要美顏的話 一定要來吃一下這一間 它的菜單很多東西 今天都已經賣完了 現在很多的店都已經恢復了 遊客也蠻多的 不過街上啊 還有一些那些餐廳排隊的人潮 我覺得還是沒有之前的 觀光全社時期這麼的多 如果有喜歡吃牛東的朋友呢 來到竹地也千萬不要錯過後面的這一間 Kizune A 這Kizune A 每次都是大排長樓 雖然它賣的是牛丼 但是馬志祺蠻推薦的是Holomon丼 Holomon丼是用餵人去燉煮 內炸還有白飯 完美搭配的一個料理 而且這一間在早上6點半的時候就開業了 所以如果你起得夠早的話呢 趕緊早餐就來吃這個Kizune A 原諒馬志祺吃的量沒有那麼大 我剛剛吃那個海鮮肉 跟玉子燒就好飽喔 但是我也蠻想吃這一間的 下次有機會我來的話 我再分享這個味道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間店 其實它後面座位喔 很多都是這種在路邊的 而且不只可以吃牛丼 還有霍魯蒙丼 還可以點一瓶啤酒 在那邊邊吃邊喝 哇這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的棒 如果大家來竹地市場的話呢 一定要來嘗嘗看啊 來竹地市場呢 吃海鮮是必備的 但是不可避免的話呢 就是一定會吃到壽司 如果大家來到竹地想要吃壽司的話呢 自己推薦先在背後這間 四季站滿 大家可以看到這間店是每次都一堆人在排隊 這一間的特色呢 就是有新鮮美味的金槍魚壽司 如果你是喜歡吃壽司的話 來到這裡一定要點這道菜喔 竹地市場這裡的店家 都是早上5點到6點就開始營業了 有些還會營業至深夜 24小時全營業的店鋪也有 所以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呢 這裡都可以全天候地享受竹地道地的美食 很多店家啊 到下午3點的時候就會關門啊 尤其是日本呢 假日還有一些果定假日呢 這裡有一些店鋪它也會修飾 所以大家來到竹地市場前呢 這個時間還有營業的日期 一定要事先查好 這樣才不會來到這裡想要吃一些東西呢 結果它卻關門了 前面還有一個休息場所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這裡可以寄放輕易 也有一台可以換錢的機器 然後這裡也有超大型的這個洛卡 可以投錢然後把你的行李放進去 像這個600塊的這種都可以放超大的行李 後面剛剛原本還有一個吸煙區 因為其實在日本是沒有辦法在路邊隨便吸煙的 是有可能會被罰錢的 這間也是熱鬧非凡 做一個燒烤的服裝啊 那個味道好香喔 這就我剛吃的 竹地火灶魚河按千兩 這個真的 如果你很喜歡吃海膽啊 或者海鮮動的話 還蠻推的 它的海鮮很新鮮 而且種類很多 我剛點的是3,150塊的種類 它還有一個3,900 它是可以給你更多的海膽 背後這間賣蝦鮮杯還有竹魚鮮杯的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店家 它是用一個小小的竹魚 還有一個小小的蝦呢 然後就放進那個鐵板上面壓著 然後把它燒煮 大約5分鐘、6分鐘左右 再加一些調味 然後拿出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蝦餅 或是竹魚餅 如果你喜歡吃這種餅乾類的話呢 我們可以來這間稍微嘗嘗看啊 而且它現在時間呢 它也提早打烊了 但是外面還是依然非常多人在這邊排隊 就先把整個味道打開 如果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的雙方便會做到 我可以看到 那些雙方便會做到 我可以看到 然後再加一些雙方便會做到 還有雙方便會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